好继续带来看到台湾的观光学院停办之后呢 最后一届的餐饮系毕业生获得法国米其林餐厅主厨的邀约 将会至法国进行西点厨艺的进修 而学生相当感谢台湾观光学校给的参与 却也觉得东部学生相当可惜 在餐饮学术上又少了一条提升技职学能的发展空间 台湾东部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以观光餐旅挂帅的产业发展区域 而台湾观光学院这32年来也培育出了相当多的从业人员 而在停办之后就有餐饮系获奖无数的学生感慨 东部餐饮科系的学生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学位 离开东部向外发展才能够再次提升自己的技能 我来就读学校的时候 学校那时候有一个精英计划 那他就是每个学期会鼓励我们去国外参加比赛 那我就是在每年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跟各国的选手交流学习 跟各国师傅教学习都发现 其实西餐的美跟做菜的概念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非常欣赏跟喜欢 那其实是来想去 在西餐界最有名的就是法国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然就一然希望能够到法国实习 那学校刚好在我实习期间也有提供这个机会 然后我也做积极的争取 争取到学海计划 然后让我能够到法国深造 学校创造了机会让他征战世界 各个餐饮料理比赛 而不会将眼界局限在眼前 走入世界各地的料理比赛 同时打开他对料理界中的眼界 邵西汉是台湾观光学院最后一届的餐饮系毕业生 学校的结束他也觉得 东部在发展观光旅游餐饮科系的重要性 是基础也是产业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 少了一个平台去做更深入的学习 还有少了一个毕竟大学就是更深的学习 大学的英文就是universe university 那宇宙就是universe 所以就是关于开启世界的大门 那如果没有这个平台的话 我们只有高中的餐饮学校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远远不足的 学校的停办也等同于东部学生 在餐饮料理发展空间 势必受到局限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